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再按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一開始今次的影片 今集一開場 就已經告訴大家神秘人到底是甚麼 而且 應該都不難猜的就是姐姐彩霞 因為今個星期我都很忙碌 所以劇情就不講太多了 講一點我覺得好看的部分 首先就是姐姐彩霞黑化的演技比我想像中好 真的做到那種被家人疏忽關注的感覺 然後就是一輝和大二兩兄弟 一輝又要想顧家 又要想間中做英雄 然而一輝一直的處事方式 都是認為自己做的就是唯一小妹妹好 例如看演唱會帶愛心便當 另外就是她也看不透大二的想法 然後一生豬衝動就說出大二不用腰帶之類的說話 顯得比較不夠成熟 她亦都比較噁行噁素 又一直遇不到甚麼挫折的事 所以今次經歷了這次事件之後 她是真真正正成為了蒙面超人 亦都作為阿哥有阿哥應有的成長 另外我又想看看彩霞的媽媽 其實她的媽媽也很過份 先不說綁架是否自編自導自演 女兒問你為何不接電話 她竟然回答她 平時你也有不接電話的時候 我心想 怎可以用平時和女兒有生命危險比較 之後還很厚臉皮上天台說 你變成甚麼都不介意之類的大礙說話 這樣就讓我更加覺得這個媽媽很刻薄 好啦 以下就是checkpoint時間 hyperbike 今次Lebice的逆龍最惡印章型態 就是參考了逆龍和蒙面超人Flyze 因此戰鬥上也很表現出速度的感覺 不過最尾場的城市追逐戰 真的看到我有點眼花 可能我也老了 逆龍印章型態下的Bice 就會變成一輛浮空電單車 不知道今次的電單車總出場時間 又會是多少分鐘呢 不過這輛浮空電單車是真實存在 就是由這間ALI Technology公司去研發 而現實這輛電單車的名字 就是叫做 其實我也不太懂得讀 好啦 這輛新科技的浮空電單車 暫時就未知要多少錢 看法應該都超貴 而且要普及化應該都要等不少時間 話說兩集全程只有黑面唱歌 和雲低的彩下阿妹 劇中是少女偶像組合 Ko Amaran Tebu的成員 三位成員分別就是清水香飯 明田沙羅 岩奇愛香 今集他們一邊跳舞一邊演唱的歌曲 就是叫做 You You Love You 而為他們編舞的人就是 Dolamisho 而這個Dolamisho 反過來讀就是Hoshi Minato 也就是宇宙戰隊Qlanger裡面的Hoshi Minato 演員就是重本寬也 他演過魔法戰隊的Majiero 特命戰隊的Beat Buster 他也是超級戰隊的親善大使 而You You Love You這首歌 已經可以在日本各大音樂平台開始配信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聽聽聽 Kongku Deadman Phase 2 今集的Deadman繼續是用猩猩罪惡印章 不過原來Deadman都有分等級 最低級就是那群雜語Gif Junior 然後就是每集打的怪人Deadman 接著就是進行上級契約變成Phase 2 最高級的當然就是三個幹部 而當人類契約者進入Phase 2狀態 就有機會變不回人類 就像今集的Kongku Deadman 進入Phase 2之後 完全沒有星星的要素 反而就變得更像一個女性的惡魔 頭頂上面還要疑似手指抓住頭 造型都相當噁心 但亦都很貼體 非常之惡魔 我很喜歡 然後呢 能力上面亦都大大提升 還懂得瞬間移動 那刻營造到可能不夠打的絕望感覺 我還以為這刻會救不回他 接著就作為第四幹部登場 一輝可能就會覺得很後悔 救不到初戀情人 而去簽約做蒙面超人 以上 就是我看的過程中 老來的猜想 今集最後一幕 就看到兩兄弟和好 但他們兩個的合照上面 一輝的存在就好像消失了 就令我想起電王的嬰井悠斗 因為悠斗 要變身成為Generes 是需要消費變身卡 而變身卡是要消費人們的記憶去生成出來 所以越變身身邊的人就會忘記他 只要這樣看 一輝都可能在消費自己的存在去變身 鑑於因為真的太忙碌 所以今次的影片就短短的 希望大家喜歡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記得給個讚我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一雫の光 ときめきを感じて